好了,說回啤梨晚報,其實鱷魚的條件,從以前來說,這個不是條件,簡直是容易避 因為我們現在本身已經連結了2588、3988、時時評論台、個別訂閱啤梨晚報 我們答應七百多八百個人,要求只不過是七百多八百個,128元月費訂戶 我們可以繼續下去,否則我是不會多做一集的,12月31日就會是最後一集,啤梨晚報 之後怎樣善後呢,就等台給大家安排,譬如退款,或者算是你這些節目 我就落得脫離網台界,做自己專心做的事情,買一下永恆庭,那些還沒那麼生氣 我想說的是,是困難的,其實我已經是預計了跟大家倒數做節目 為甚麼呢?我沒有檢查啤梨晚報現在的訂戶月情形,因為有些人等下星期 或者互相指引,去到一個多月你會有七百個,你想想五百個都這麼難 現代何合傳,何況七百個,難上加難吧 但我還是會盡力再說一次,究竟我們怎樣可以逃出生天呢? 第一,Daisy,我如果不做這裏,以後我不會再做任何網台或在網上說話 我曾經也想過,我需要做一個平台用來說話,或者甚麼 但無謂,我為甚麼要繼續說話呢?我直接請人買廣告沒那麼生氣 老實說,我現在做的每一件事,我是捉住人家貪心而已 捉住人家想投資而已,也捉住要賺錢的角度而已 老實說,做生意,你不是幫人賺錢在香港的生意是沒得做的 以前我做地產,我就是跟人賺錢 現在我賣骨褲鵪,現在做地產,我也是一個真心堅信會賺錢的 剛剛有個網友,他說收轉不行的,那幾個位置還給我們 馬上給錢收回來,因為我來這麼硬 問題是,我沒有那麼多錢,收不到那麼多錢 我來這麼硬的,我自己知道的 只要在12月31日前,有700個訂戶 如果未訂過啤梨漫步的那些,就麻煩自己做事了 現在訂就是128元一個月 一年就156元,其實是貴的 其實是貴的,是貴的 可能都會有十多個,三兩十個 即是說,究竟啤梨漫步能不能夠last 其實又是向舊用戶開刀 因為舊用戶有七八八個 我相信有一堆三九九八二五八八 那些未必是支持,也未必有聽啤梨漫步 因為他們晚上還沒下班 就未必會訂的 有些人會變成我們的hater,很懶惰M.I.H.K. 很懶惰M.I.H.K.的 你啤梨漫步,我就會給你錢 你一天在這個台上,我就不會給 這些人,我相信都會有20% 起碼,不少 即是收你的PM,也不少 你開台,或你出來給你漫步 我就會在別處支持你 這裏我不會支持你 M.I.H.K.也有這些人 那變成,其實都很難 因為M.I.H.K.都要因為節目而虧錢 他們是這樣想的 那變成是怎樣呢 如果現有訂戶 譬如說Winney、John 我訂到明年七月的 其實你訂到明年七月 我不管你是用那些五百八三九九八 還是什麼的計劃 你現在到明年七月 都是沒有影響的 只要你逐訂 啤梨漫步是用128元 譬如三個月的 128元三個月的 我不會理你一定要半年 不一定要一年 三個月就可以了 這樣就計劃你是一個訂閱的 我訂一年 我再續多一年的 那我計劃有兩個訂閱 那他們是怎樣計劃呢 就是說 如果你的約是到明年四月就到的 你是不會吃虧的 去到四月之後 之前那些就沒有影響 只不過你訂三個月的 就五、六、七月 你繼續可以聽 就是這麼簡單的 而也有這一位 對於舊用戶 因為舊用戶比了五十八 七十八 一百二十八 我們是有這一位 我們出張圖看看 大家看清楚了 訂三個月是三百八十四 訂六個月是七百六十八 訂十二個月是一千五百三十六 而舊用戶 每訂三個月我們送多一個月 訂六個月就送多兩個月 Vinnie說收到 他說如果收到 譬如說Vinnie是到明年七月 他訂多三個月 於是我們七月之後 八月、九月、十月 就送一個月給他 十一月 其實他就平均 我們好像那些什麼LOW 用平均價就不是一百二十八 是不知多少錢 一邊隨一下 乘三、乘四 希望大家盡量支持 回來 我們這張圖和我晚一點 我會去分享出去的 但我覺得不夠那種悲情 其實是要打悲情要求的 所以要打感情 你問我 其實老實說 不理任何是非 因為我們這些年紀很大 又不想自己去搞那麼多 我當然希望可以繼續留在這個平台做 而且我也希望在撥亂反正之後 這個節目可以 其實我們已經立光見影 由十一月開始 看到我們這些人數開始墜落 好像又有得 而晚上可以慢慢慢慢 我們就會有些節目的更替 譬如說 之前所說的 譬如說 可能低俗頻道重生 我們搞不到 但是盡量希望 又沒有辦法可以做多些更加大家開心的 我是無望初衷的 我仍然是希望我自己做節目 我沒有什麼大信念 我是希望大家可以輕輕鬆說開心 所以大家發覺我做無論任何節目 我都是喜歡插科打混 因為太沉重了 如果要說人生 你說幾個混蛋 生離死別 生老病死 擔心這樣擔心那樣 你要說友情 更好的朋友 一些很小的事 就可以 因財失意也算是很有才 就可以反目成仇 是全部無謂的事 沒有財失意 有時相逢一笑 做人就要大方一點 大方一點不是為了 令人覺得你要大方 靠得住 好看 令到你的生活好 大方一點是令到你自己舒服 有時亨利也奇怪 問我 林安靜你要跟他聊天 他無緣無故上前 跟我打招呼 就聊天 你們不是不合理嗎 那肯打招呼就做朋友 就是這樣 如果你想太多 是自己不開心 做人 最重要是開開心心